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全球蔓延 对各国生产生活 就业民生带来了严重冲击 妇女面临更大挑战 在我们抗击疫情和推动经济社会复苏进程中 尤其要关注妇女特殊需要 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 中国主张 第一 帮助妇女摆脱疫情影响 要关注医线女性医务工作者身体健康 社会心理需求 工作环境 我们要把保障妇女和女童权益 置于公共卫生和复工复产计划重要地位 优先保障特殊人群 格外关心困难群体 第二 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 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 要以疫后恢复为契机 为妇女参政提供新机遇 提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经济 文化 社会事物管理水平 我们要消除针对妇女的偏见 歧视 暴力 让性别平等真正成为全社会 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 第三 推动妇女走在时代前列 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妇女权益 靠发展改善妇女民生 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妇女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增强她们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知识和帮助妇女享有出彩的人生 第四 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 我们支持联合国 把妇女工作放在优先位置 在消除暴力歧视 贫困等老问题上 加大投入 在解决性别 数字 鸿沟等新挑战上 有所作为 使妇女目标成为2030年议程的早期收获 五年前 我倡议召开了全球妇女峰会 提出了一系列全球合作倡议 已经得到全面落实 未来五年内 中国将再向联合国妇女署 提供一千万美元捐款 中国将继续设立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女童和妇女教育奖 中国倡议在2025年 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会 各位同事 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界 打造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让我们继续携手努力 加快实现性别平等 促进全球妇女事业发展 谢谢 感谢